各位考生各位江南好 我是征戰學位顧問宋德維老師 今天我們要幫大家盤點一下 從學測後到整個申請入學放榜 將近半年的時間 我們到底有哪些事情是要掌握到的 讓所有高三要準備參加申請入學的考生 有一個完整的時間的概念 並且幫自己做好提前的時間佈局 以及時間規劃 讓你的高三申請入學可以走得更順利 在影片開始前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固定的追蹤征戰學位顧問的頻道 可以掌握到最新的升學資訊 讓自己在申請入學掌握到最新的優勢 如果你對我們頻道看了覺得很有幫助 也請你幫我按讚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更多人可以加入正戰學位顧問的行列 那我們開始囉 從學測考完到2月23號學測成績公告 有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 第一件事情是針對自己的申請入學 進行你的學習歷程盤點 並且進行加強 第二個是你的學習歷程第五學期的上傳 第三件事情是在2月底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你要準備魔考 那這三件事情我分別補充說明一下 首先是學習歷程的盤點跟補強 這個時間點其實你可以針對你喜歡的校系 先去盤點一下他們都要看哪些學習歷程 同時看一下自己現在有的學習歷程 看有哪些必須要進行補強的 因為整個2月份其實有充裕的時間 讓自己可以做一些緩衝 所以這段時間是你有黃金準備期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要提醒的 是大約在2月初的時候 你有第五學期的學習歷程上傳 三年級上學期這個學習歷程呢 其實在你整個申請來說已經非常有說服力了 所以第五學期的課程學習成果 幾乎都已經進入到這種選修課程 也是比較深的課程 盡可能的多做一些成果報告 讓老師可以幫你認證 此外你的多元表現也要把握這個時間 進行一次上傳 讓自己在申請入學有更多的補充資料 好 最後是魔考 如果同學還沒有放棄分科測驗 又想要知道自己分科測驗到底狀況如何 這次的魔考也蠻有指標意義的 所以對同學來說 如果學測考試你覺得還有在進步的空間 那趁著2月好好準備一下 說不定魔考也可以讓自己更有把握 從學測成績公告到3月30號的申請入學的一階公告 這段時間總共有四件事情一定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申請入學的落點 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要參加繁星的話 這時候有繁星的報名 然後繁星報名隔一週以後有申請入學的報名 那第四件事情是在3月底的時候 我們還有第一次的斷考 所以這四件事情是這個時間要做的事情 我們分別說明一下 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申請入學的落點分析 你大概有兩週的時間 要確立自己申請入學的六志願該如何安排 當然我們還有科大的六志願 那都是在這兩週到三週的時間要完成 我建議各位同學 就是盡可能的要使用我們征戰的大數據落點系統 幫自己除了評估落點的機會高地以外 也看一下今年的學生整體的趨勢是如何 那只有大數據的落點系統可以即時地反映 今年學生整體的趨勢 那這一點也要告訴同學 以今年申請入學的落點來說 建議同學的六志願配置 要有夢幻的合理的跟保守的 然後合理妥善地配置好自己的六志願 增加自己上榜的機會 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繁星推薦了 繁星報名的下一週就是繁星的放榜 3月21號繁星就會放榜 那麼如果你是繁星上榜的同學 大學入學這件事就已經結案了 恭喜大家 但是也因為繁星確實有提早入學的效果 所以對於現在的同學來說 有越來越多同學希望透過繁星能夠直接進入大學 就可以減少了整個申請入學後面 將近三四個月的忙碌的時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 繁星確實有可能分數會越來越高 同學要留意 繁星放榜的隔天3月22號到24號 就是申請入學的官方報名時間 這段時間除了繳費以外 我要提醒的是 一般高中會提早一到兩週作業 所以也是要提早的確認自己的六志願 最後我們在3月底其實還有高三下的斷考 這個考試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申請入學是會看到高三的成績 所以這次的斷考成績 也會在你申請的時候大學教授看到 請大家也一定要利用3月的時候 除了準備各種落點以外 也要好好準備這次斷考 從3月30號申請入學的一階公告 到5月4號開始審查資料要上傳 這段時間橫跨了整個4月份 對於申請入學的考生來說是非常關鍵的時間 這段時間有6件事情一定要做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3月30號已經知道自己一階通過的學校 要去哪些學校面試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開始訂飯電訂車票 第二件事情我們有第六學期的學習歷程 從4月1號開始要進行最後的上傳 再來我們在4月10號左右會有第二次的摩考 所以同學要把握這個時間 此外我們也要準備接下來5月初要上傳的審查資料跟勾選的內容 所以補寫的NOPQ項也要在4月份完成 再來其實在5月初的時候有期末考 高三的期末考 所以4月也要準備期末考 此外考完期末考不久以後 我們還要準備第三次的摩考 所以這6件事情通通會變成是我們在4月要去完成的目標 所以同學的4月會非常的忙碌 那我們足相的補充說明一下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剛剛說到的 面試的飯店還有車票的訂購 那麼如果我們希望自己在面試的時候正常發揮 能夠盡可能讓自己有餘裕的話 當然最好就是前一天就可以抵達你大學的縣市 那麼這樣子的飯店預訂就要提早進行 此外車票很可能要提早一個月來訂 所以同學盡可能在4月的時候 在正確的時間就趕快做好這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是學習歷程第六學期的上傳 這個學習歷程是你高三下 包含了課程學成果跟多元表現 也是你直接上傳以後 就要拿來使用成審查資料的內容 所以對同學來說 第六學期的學習歷程至關重要 請同學千萬不要馬虎 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的在4月初的時候進行這些補強 再來是第二次摩考 通常的時間在4月10號左右 那麼為了配合摩考的時間 不要影響到自己的進程 各位也要提早準備 然後就是我們的審查資料了 審查資料是在5月4號到5月10號這段時間 可以進行上傳 整體除了學習歷程以外 你還要補寫NOPQ還有其他項目 那這些項目呢 可能你會在4月的時候要去執行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了 審查資料在最後上傳的時間 同時還有最後的期末考 跟第三次的摩考 那麼時間通通集在一起 請各位盡可能的幫自己 把審查資料的時間提早 最好呢是能在一接公告前 就可以開始左手撞寫整個審查資料 幫自己先打好底稿 讓自己在4月的時候不會這麼忙碌 那最後呢就是期末考和模擬考了 那期末考呢 一樣會成為你審查的時候的參考資料 第三次的模擬考呢 幾乎就是你分科測驗的最後準備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 如果你要同步準備的話 請千萬把時程都盡可能的往前移 讓自己有更充裕的時間來做這些準備 好 從5月4號審查資料開始上傳 到5月18號整個二階真事開始 這段時間其實你只要忙4件事情 第一個呢就是模擬考 第二個就是期末考 另外呢是5月4號到5月10號的審查資料上傳 那每間學校的截止時間不同 最快的截止時間是5月6號 所以同學記得要針對你的學校截止時間呢 在截止前進行上傳 那最後呢就是你要做面試準備 那整個面試呢是從5月18號到6月4號 但實際上呢最後一間學校面試啊 是在5月28號 所以其實呢你能面試的時間呢只有11天 這11天呢又有很多學校會沖騎撞騎 所以如果呢要避免掉你6個志願呢 通通擠在同一天喔 你最好在原本選田志願的時候 就要把面試的時間一併的加以考慮 讓自己呢增加自己上榜機會 好整個申請入學呢在你二階真事結束以後呢 你的主要工作就結束了 接下來呢大概隔1到2週呢 學校就會陸續開始放榜 那當然啦同學最好是要有證取的機會 因為證取呢是你選大學 如果你是備取的話 你就只能等著大學來選你喔 那所有的放榜之後我們會在6月8號9號的時候 要把自己正式的志願繳交出去 等到了6月14號你就可以知道 你真正的大學呢入學是哪一間學校了 好了這整個呢就是申請入學的時間點 希望呢整個時間點盤完以後 對於大部分的高中同學呢 會有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該怎麼規劃自己的時間 我們講過了4月會非常的忙 而2月呢你有充裕的時間準備 盡可能的把所有該做的事情提早準備 讓你在2月3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你才可以同時分心去準備一些期中考 或者是期末考 準備模擬考 讓自己的整個三年級呢 不要在一團忙亂之中 變成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要幫大家分享的內容 希望對於高三的同學 在整個時間安排會更有幫助 那麼如果你對於申請入學還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在準備學習歷程的時候還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各位同學來參加我們全國征戰免費的講座 只要在下方說明欄可以找到連結 填寫資料我們就會盡快跟您聯繫了 希望呢家長跟同學一起來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讓自己在深情入學的時候贏在起跑點喔 最後祝福所有考生 金榜提名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